以后做的什么官呢 叫中娟 中娟是个什么职务了 中娟就是专门负责打扫卫生的随从 叫中娟 就专门负责给刘邦 打扫他的办公室 打扫他的卧室的人 叫中娟 万英一参军 做的就是中娟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在刘邦的中娟里边后来出来了一批猴 这里面包括平阳猴曹参 中娟出身 将猴周伯 中娟出身 影英猴冠英 中娟出身 以中娟最后当猎猴的在刘邦的手下 在前两披风的猴中间 有六个 所以可不要小看那个打扫卫生的人 那些打扫卫生的人 他很厉害 他能在主观的卧室给办公室里面打扫卫生 那很不简单 那里面有很多机密文件的 你能随便进出打扫卫生 这个是很信任的人才能做的 那么冠英有什么功的 冠英的功劳 他被封侯的功劳三大点 第一 他打败了项羽的骑兵军团 刘邦在彭城打了个大败仗 我们讲过了 刘邦败就败在项羽的三万人是骑兵 刘邦的五十六万是步兵 而刘邦从彭城向西溃退 溃退到行阳 这一路上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 人家都是骑兵 所以到行阳以后 刘邦实在是觉得自己兵种太少 要组建自己的骑兵军团 最后搞了一帮 把骑兵军团组了起来了 没有骑兵司令 两个善于带领骑兵打仗的将领 都是秦国投降过来的降将 这两个人挺有自知之明 说我们两个人做正头不合适 我们属于起义人员 你还是在你们找一个根正苗红的人 做骑兵司令 就是你信任的人 刘邦就把冠英选中了 冠英就做了刘邦手下的骑兵司令 他带领新组建的骑兵军团 打败了项羽的骑兵军团 这才让刘邦在形阳立住脚 组织起来了有效防御 这是第一件大功 第二件大功 是大规模的破坏项羽的破坏 这件事发生在韩信做了齐王之后 韩信当了齐王以后 那个就是在山东 这是刘邦项羽是在河南的形阳打的 中间隔了很远的地方 包括江苏的 安徽的河南的 这一大片都是项羽的后方 这个时候 韩信就派冠英了 冠英不是骑兵吗 带领他的骑兵去打了 冠英这个打仗 非常重要 冠英这一仗打的成功之处 就是把项羽的后方整个给破坏完了 比如说梁仓全占了 都城 西楚国的都城 彭城攻陷了 第三 高官被抓了 梁仓毁了 国独占了 高官抓了 谁干的呢 冠英 这才导致项羽在前线 军粮供应不上 被迫同意 鸿沟一合 一合以后 不敢向彭城撤退 向东南方向 向乌江 那个方向撤退 所以这是冠英 非常大的一个功劳 所以冠英在刘邦手下 是一个极其有贡献的人 他的贡献 主要是在对付项羽的时候 立了很大的功 第三件大功 是追杀项羽 该下之战以后 项羽带领士兵突围逃跑 最后追到吴江边上 逼得项羽自杀的 是冠英带的五千骑兵 所以冠英这个人 有他很大的一个优势 他在刘邦打败项羽的过程中间 立了大功 这三大功劳 使他被封了猴 所以在第二批被封了猴中间 冠英是个重要人物 这个人物 其实冠英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那当然是封侯以后了 冠英封侯以后 特别是在刘邦死了以后 在铲除朱吕的过程中间 冠英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人 我们在讲吕后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吕后死过以后两个月 吕氏家族被灭 这个被灭族的原因 导火索 是吕后这边刚死 那边齐王刘湘就起兵了 刘湘起兵 扬言要打到关中 去杀掉那些不该当皇帝的人 实际上要灭朱吕 而这个时候 吕后死了以后 吕后只有两个侄子掌军权 一个 是吕陆 上将军吕陆 一个是相国吕产 一个人掌握南军 一个人掌握北军 这两个人掌权 而这个时候 他两个人不敢出去 对付刘湘 刘湘从山东杀过来了 他两个人就派了一个人 去对付刘湘 派了谁呢 派了就是大将军 冠英 这说明 冠英这个人还是得到 屡路离产 信任的人 他们又派周博 派了冠英 至于屡路离产 为什么信任冠英 司法签没写 但是有一条我们知道 冠英带领重兵走的时候 连周博给陈平都不知道冠英 是倾向于吕氏啊 还是倾向于刘氏啊 不知道 在众多的开国功臣中 冠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在大汉王庭权力争夺 极其残酷的情况下 冠英是少有的能够获得所有掌权者信任的人 那么冠英获得信任的秘诀是什么呢 在剿灭朱吕的过程中 冠英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冠英带军到了形阳以后 才决定宣布 联合留乡 共同反对朱吕 所以冠英啊 在这个铲除朱吕的过程中间 他有三大功 第一 手握重兵 当时所有的军权都在信吕的任手中掌握的 功臣派给皇族派是没有军权的 唯独冠英到形阳握了重兵 他握了重兵还支持樊吕 这就决定了吕氏的灭亡 冠英是个非常关键的人 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 他不是迎合吕氏 他不像陈平 陈平是公开迎合 冠英是不迎合 也不做事 什么都不管 最后人家还信任他 所以看得出冠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他低调低到什么程度呢 他带兵走了时候 陈平不了解他的政治态度 周博不了解他的政治态度 都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场 说明他给这些老臣 说明他给这些老臣 功臣没有来往 没有来往所以不了解 冠英的政治态度支持谁 没有人知道 这个人在不表明自己态度的情况下 也不迎合吕氏的情况下 还得到了吕氏的信任 冠英可以说 一生受到信任 刘邦信任他 骑兵司令 汉惠帝信任他 吕后信任他 吕路旅产信任他 把吕氏灭掉了 汉文帝继位了 汉文帝还信任他 这个人有一大本领 从刘邦开始 所有掌权的人都信任他 他还不卖身 也不求荣 也不迎合 就谁掌权 谁信任他 这是大本领 非常大的一个本领 这是他第一功 长了重兵 第二 他是政变的支柱 周博跟陈平 之所以敢在京城发动政变 铲除朱吕 闹这么大的动静 实际上 周博士得到冠英在行阳 公开咫尺流香 消灭朱吕的消息以后 才敢发动政变 得不到冠英的消息 不知道冠英的政治态度 不知道冠英的政治立场 周博不敢动 所以明面上看起来 周博给陈平 是大功臣 实际上 周博给陈平 周博是名义上了太位 手中没有一兵一卒 陈平是个右丞相 就会两件事 日饮美酒 戏夫女 一个兵也没有 手卧中兵的 只有冠英 只有得到冠英的支持 这件事才能做成 没有军权支持你 什么事能做成 他说他是政变的支柱 第三点 他也保证了 新军的顺利选 冠英守住形阳 周博 陈平这一帮人 才能在京城商量着 选谁来做新皇帝 选做新皇帝 是个很难决断的事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因为第一个反 吕氏的 齐王刘湘 他不能来参会 假如刘湘来了 那就整个京城全乱套了 刘湘为什么不能来 是刘湘在山东一起兵 屡路离产 就派大将军冠英带兵 到了行阳 他往行阳那一坐 停到那了 他这个助手行阳 非常关键 我们讲过 这个行阳给成稿 这个地方 是项羽刘邦 在那对抗了 二十八个月的地方 二十八个月的对抗 都在行阳这一带 说明这是个军事要塞 谁掌握了行阳 承岛这防线 谁就能够阻止 关东的军队吸进 进不去 所以刘湘原来起兵以后 他的意思是 一直向西打 过了 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